录片是從2009年開始 2015年最後一次拍攝結束 整個跨度差不多有七年時間 三個小孩來自於不同地區 不同的家庭背景 不同的社會背景 不同的經濟背景 每個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馬百軍是一個山溝溝裡邊的小姑娘 我長大了,又要去北京上大學 去家是藤正小青年 然後就是高考復讀生 原涵只是一個17歲就退學的 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我其實想把這種差異做出來 馬百軍的那個小學全稱是叫 甘肅省惠寧縣 投在著野鶴溝小學 一共只有兩個老師,五個學生 馬百軍是裏邊最大的一個孩子 他已經12歲了 還上二年級 他們一家一直住著的 就是那種窯洞 全家的那個開銷,一年不超過五十塊錢 早上起來很早就自己用那個水壺倒一碗水 然後就把那個冷的那個磨磨 然後在水裡面一泡就這樣吃了 放學回去的時候 他要餵豬做飯 他要幹很多農活 他要跟父母一起去收米穀 拍攝之前 我並不知道他們要下那麼大的一陡坡 然後再上來 我覺得在整個片寸當中 是讓我最震撼的一個畫面 看到那個人 真的生活中來就是跟蚂蚁一樣在討生活 我就看到那個畫面 我當時眼淚都掉下來了 他就是那麼喜歡上學 他要考北京的大學 農村的孩子都有這樣的憧憬 就是讀書是改變他們的命運 或者讓他們獲得更好一點生活的一個比較好的途徑 另外一個主要人物就是學家 典禮高中的復讀生 我拍他的的時候第三次復讀 他其實屬於那個農民工的一帶了 他爸爸就覺得他們沒有文化 在城市裡面打工受了很多屈辱 爬在地上也要孩子上學 父親後來去世了 他們基本上就是說 就是學習 找自習 然後晚自習 復讀本身其實是讓人覺得有羞恥感 有壓力,有恐懼 一開始時間 整個人冒汗 手發到完全做不了事 完全做不了題目 我已經成的這個樣子了 也不差餘一年了 我就說那就等一年了 老天爺對他還是挺恩戴的 所以他還是考了一個好的學校 小地方的這些孩子 高考可能是唯一一個 能夠體現公平競爭的一個方式 袁寒西跟他們兩個人 是在完全的不同的世界和空間裡面的 父母都是北京人 從小是上了最好的幼兒園 初中上了最好的初中 每月初中也是最好的高中 退學之後其實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怎麼樣去處理大把的時間 他當時還想做一些裝置 然後還想拍一個話劇 後來就去開了一個酒吧 然後他還去了一個信用品商店賣東西 我沒有想過我以後的生活 想要做一個在哪一個階層的人 不會餓死就行了 而沒有人會被餓死 三年以後 我在第二次拍攝 我見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也挺訝異的 就是他的整個體型 整個形狀其實都有一些變化 然後他已經退學了 15歲 那個年齡他也沒辦法去打工 現在已經開始載學了 沒上學了嗎 沒有 參加過工作了沒有 沒有 你現在這麼年齡這麼久 為什麼就不上學了 沒有 馬北京住在那個橋上面 就是搖頭 他有很多憧憬 然後他也很想去嘗試 但是我覺得是有很多限制在裡頭的 反正他大了之後要靠他老公 大家都在跟他灌輸這個東西 在那樣封閉的那個環境當中 好像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出路 第二次拍那個學家的時候 快要上大士了 然後他自己的學校不是那個211 反正找工作長得很辛苦 為了實現父親的遺願 他要上大學 他是很短定高考 就是唯一的出路 到後面只有找工作這條路 給他媽媽一個好的生活 羅斯奧是要為別人活著嘛 不是他一個人 是很多代理 其實都是在被這個環境不停地洗腦 我不是對許家批判比較多 我覺得 我是對許家的生活環境批判比較多的 我覺得你們現在才20多歲 你可能到30歲的時候 你要知道 你可能把很多在這個社會裡面 在這個教育當中 就直下去了一坨一坨屎都得凳出來 然後你才能夠變成一個真的人 所以這個片子就說我沒有一點讚美 但我也沒有一點憤怒在裏頭 袁翰後來他還是去了德國 到後面拍的時候我也有點抓狂 就是說因為他不像那個許家那樣 他在每一段有很清晰的任務要完成 我覺得他一直在對付這個敵人 就無聊的這個敵人 他也會去接一些小活 然後他也到國內來實習 來看看國內是怎麼樣在做 跟藝術是相關的 回國每天都待在北京的話 也挺難受的 又沒有事幹 又沒有意思 所以實習一下也挺好的 剪了已經15年了 所以我就去問他們的狀況 就跟他說他跟他表哥結婚 這個可能是他自己能夠找到的 一個出口比較好一點的方式 我在打個電話他也不接 學家找了工作之後結婚 因為他想對他女朋友有一個交代 袁翰他自己也開了一個藝術投資公司 我在林巴黎把袁翰的有些東西 還有他的作品 剪了一個小的片段給那個學家看過 所以這是袁翰的生活 學家的反應就是 他知道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 他接受這種不公平 但是在他的努力之下 他的下一代會達到袁翰那種狀態 我覺得中國的社會 很多人其實並不了解 另外一群人的這種生活 我不認為其實我這個片子 是要去表達一個這種社會隔閡 我倒是覺得其實我是希望達到一種融合 會讓我們對自己不熟悉的某一段生活 有些了解有些理解 我有的朋友看完這個片子之後 他說他會對他保姆更態度好一點 古致曼的一句話 叫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 就好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當時其實那句話對我觸動挺大的 自己不做你會覺得很難受嗎 出入這個片子是一分錢預算都沒有的 所以因為都是我自己的錢 唯一的出路我覺得你去打破其實那些成功學 還有就是這個社會這種權力文化 就是帶給你所有的枷鎖 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時候 社會外衣脫掉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融合的 其實就像原本那個小詩講的一樣 台語雖然小 但是也可以跟牡丹一樣開花開得很香